雖然賴騷紀念酒在金門賣得不好 但金門海域可以撈捕到的黃魚 卻是深受中國喜愛 價格也被炒成天價 甚至曾經在拍賣場上出現八萬的高價 甚至還有超商店員 翹班就是為了去釣黃魚 期望抓到一尾大的賺大錢 滿滿一箱 通體散發金光的魚 漁民忍不住高聲歡呼 每年十一月到隔年三月 金門不少民眾都會出海 就為了這一尾 原來他就是被稱為海中土豪金的黃魚 黃魚肉質鮮美 尤其越是大隻 肉會越Q 價格更是乘三幾跳 金門當地還傳出有人到便利超商 卻找不到店員 還有民宿老闆早餐也不做了 原來他們全都跑去釣魚 黃魚近幾年在中國價格也是不斷瘋漲 還曾經派出新台幣八萬的誇張價格 在大陸被當作是高級的這個雁客的一個料理的一個食材 那把這個黃魚製作 包括都當成了另外一個類似 公關的一個搜索送禮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禮物 所以他的價格就隨之隨漲才高 儘管看似利潤豐碩 但還是有民眾指出黃魚捕撈有季節性 再加上出海捕魚其實很不簡單 常常因為天后最終一無所獲 要是一時衝動放棄原本工作 最終恐怕得不偿失 這是記者綜合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